事先社会国内 4月是内蒙古植树造林的高峰期 眼下呢大规模的义务植树活动正在进行当中 总台记者崔立新呢 此刻就在俄尔多斯的一个植树现场 我们马上来连线他 立新你好 具体的位置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年有什么特别的活动 好的 蝴蝶 我现在是在俄尔多斯达拉特级境内的 恩格贝生态示范区 那这里呢也是三北宫城 黄河几子湾片区库布奇沙地的 索林地带 那今天呢市集两级大规模的 这个义务植树活动啊 正在这里持续的进行 那现场呢有上千人来到这里植树制沙 那植树呢 首先叫做挖坑啊 沙漠也一样 那在现场除了传统的这个 铁锹挖坑的方法 我们还看到啊 现在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操作的 这个机器 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叫做 螺旋钻孔机 那它这个我刚才也观察了一下 差不多10到15秒就能完成一个钻孔的作业 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啊 这样一个钻孔作业需要专业人员 来进行这个操作 因为看上去还是有因的这个危险性 那植树不缺好帮手 咱们这个现场也有一些黑科技 那我现场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黑乎乎的大花盆啊 其实是一种新型的栽植桶 那它是由干树枝废弃的这个庄稼节杆粉碎发酵后压制而成的 那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啊 这样的一个栽植桶跟树苗一起栽种以后呢 在自然降解后不仅可以为树苗持续的提供营养 还具有含氧水分中和土壤酸碱性的这样一个标用 当然啊在沙漠植树这样的一个栽植桶其实并不是必备的 那现在主要用它来培育一些像酸枣杏树桃树这样一些有经济价值的作物 那其实我们在现场也注意到了 现在大部分咱们用来这个种植的这个作物 还是我手上的这两种啊 这粗的这个呢叫做沙柳 那细的这个叫做凝条 那为什么用这俩呢 是因为它们俩的这个特点 这俩都是生命力比较强 而且具有耐干汗沙埋和风石这样一个特点 所以多年来一直是这个沙漠植树的优选品种 那像我手上的这个沙柳呢 它还可以为这个新栽植的这个树苗作杀杖啊 起到这个防风固杀的作用 当然现在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啊 咱们现在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智能植树机器人 也应用到了制杀领域 那现在我们看到我身旁的这个大家伙 其实就是智能植树机器人了 那别看它可能行动起来相对来讲比较缓慢 但其实它的作业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还是以这个沙柳为例啊 这样一台机器人每亩地可以种植159株的这个沙柳 那它在19分钟就可以完成 那它的油耗呢其实还不高 每亩差不多只需要2.1升 那正常情况下这五台的这样一个植树机器人 是一个作业基础 一天就可以完成差不多400亩的这样一个种植任务 当然啊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呢 这样一个植树机器人为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大规模作业现场 是因为它在这个地形的选择上 还是需要选择一些这个地势相对来讲比较平坦的这样的一个沙地 来进行这个大规模的植树作业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边区域呢 沙丘覆盖啊地理形式还是不太符合这个大规模的这个作业现场 所以我们在现场今天也就没办法看到 大规模的这样一个作业现场 那其实呢除了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恩格贝生态示范区啊 眼下在内蒙古各地大规模的这个义务植树活动都在持续的进行 那据内蒙古林草部门的信息也显示呢 今年内蒙古全区计划造林是要完成300万目以上 那义务植树呢也要达到3000万株 那在各地的植树现场 除了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些科技感满满的制杀植树工具之外啊 还能看到一些比如说像水汽植树法呀 杀地机械的杀地 保障车这样一些科技感满满的一些新技术亮相 那未来呢我相信也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植树制杀的黑科技 来助力我们的这个荒漠化治理 好的蝴蝶我在现场的观察就是这些 好的谢谢李欣从阿尔多斯发回的报道 我们也期待这里呢不久之后就能够荒漠变绿洲哈 路修到哪里草方阁就知道哪里 绿色就蔓延到哪里 一条条穿沙公路不仅是方便制杀的物资 治理的措施进入沙漠腹地 也打通了沙区群众与外界联系的通道 为沙区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眼下的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奇的第15条穿沙公路乌日线刚刚开通 第16条穿沙公路正在加紧建设 翁牛特奇今年3月底新开通的这条穿沙公路乌日线路面还没有进行硬化 但路两侧的制杀工作已经开始 这两天54岁的牧民苏和巴特尔每天一早就带着十几个乡亲来到现场压草打仗 保证每天完成40多亩沙地的稻草网格铺设 这五日线修通了以后解决了32号牧民出行难的问题 依靠这条路我们村又承报了6000亩直杀人物 牧民红梅告诉记者 之前几十年都在沙窝里生活 这下路通了出行方便了 生活也更加便捷了 赤丰市翁牛特奇现有沙化土地面积 667万亩 占全其总面积的37.4% 近年来当地探索出开通川沙公路进行切割治理的沙地治理模式 道路修好后 在两侧利用稻草铺设草方格进行工程固沙 可避免流动沙丘影响路面通行 并且当春秋两季路旁种上树苗后 还可以提高树苗成活率 在已经建成的15条川沙公路中 乌白公路是内蒙古境内最长的沥青混凝土川沙公路 这个季节公路两侧的张子松绿意盎然 沙地治理成效已显现 目前翁牛特奇第16条川沙公路正在加紧建设 5月中旬就将通车 届时赤峰市六横十纵的制沙网格体系也将建成 目前当地通过以路制沙以累计延伸 治理沙地面积330.9万亩 预计今年还将治理沙地35万亩 在内蒙古厄尔多斯杭锦旗的库布奇沙漠腹地 90后返乡大学生奥日格勒 他带领着周边的农牧民计划种植沙柳 宁条等植物 共计8000亩 目前的进程已经过半了 这个月底前就能够实现预定的目标 眼前这位给记者演示植树方法的年轻小伙 就是敖日格勒 他所采用的这个植树方法叫螺旋钻孔法 是他三年前学习一并引进应用的 一米株距 五米杭距 规范化种植 不但速度快 效果也很好 如今已是他植树制杀的主要方式 以前我们用铁锹种法 一个人一天只能够种个三五十亩 而且他那个成果率也低 现在我们用这个螺旋钻打孔方法 他这个效率直接提升了 两个人一组一天可以种两百到三百亩左右 而且他这个成果率也能达到百分之八十左右 沙漠常年风沙肆虐 钻完的孔很快会被堵伤 所以种植沙柳需要两人一组分工协作才能完成 前面的人打孔 后面的人迅速放下沙柳树苗 为确保沙柳能成活 沙柳树苗在种植前需要提前浸泡根部 以此补充初期生长的水分 这个过程也叫甲植 今年为了抢抓春季植树的有利时机 4月初开始 熬日格勒便带领周边的农牧民 在库布齐沙漠着手种植沙柳 计划五一前完成今年的种植任务 今年我们准备要种八千亩左右 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种了四千亩 然后我们争取在五月一号之前 将八千亩全部种完 别看熬日格勒如今说起种树目标信实淡淡 2012年大学毕业后的他刚回到家乡 决定参与植树制沙时 因为缺乏经验也不懂技术 大多做的都是无用功 就是成活率不是很高 能达到10%左右 熬日格勒家地处库布齐沙漠深处 方圆几十公里 人烟罕见交通不便通讯不畅 为了提高植物在沙漠的成活率 熬日格勒开始频繁外出向制沙前辈请教 学习防沙制沙经验 边学边种十多年 逐渐他摸索出了现在这套适合本地的制沙造林方法 今年他决定采用沙柳种植法 试验100亩平查宁条种植 平常咱们种的这个宁条苗是这种的 它就是普通的苗 然后咱们这几年也经过这个种沙柳得到启发 然后我们又利用咱们自己的宁条进行平查以后 然后咱们今年也是尝试用这种办法就是试验一下 第一次能不能成功还不知道 对应该是能成功 因为它现在就发芽了 宁条是一种多年生灌木植物 防风固沙的同时还富含粗饲料蛋白质 加工后适口性好牛羊洗食 之前熬日格勒每年种植的宁条苗都需要外出采购 今年如果种植试验成功 不光明年的买苗成本节省了 自家和周边农牧民家至少500头牛的饲料也就有了保障 多出来的优质凝条还能加工成粉质四草料 销往周边地区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以后我将积极动员和引领家乡的农牧民 主动参与到生态建设这个行业 让大家共同建设自己的家乡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一山 谢谢观看